哪里 什么呢 你知道手帐随心配吗 是的呀 知道呀 那粉丝说要你买一套 那可以吧 什么叫可以吧 手帐随心配是啥 就是 就是你买不同价格的套餐 然后商家就登记那个套餐价格 给你安排同等价格的那种 手帐用的工具那种套餐 听说还可以许愿哦 真的吗 真的 手帐随心配内涵许愿吃 是这样子的吗 嗯 哦 我懂了 哇 29块9 39块9 哦 好 是他选了一个38块8的随心配 可以许愿交代拼多好 OK 呃 孤卡贴子调调还是卓大王 那家说许愿尽量满桌青 调调 卓大王是啥意思 就是你今天不是看到一个女生 都使得很好吗 就是调调 哦 那我们坐等收获吧 3 days later 我们的随心配 他终于到了 我们先来拆开看看 38块8的随心配到底有多少东西 到底值不值 对到底值不值 这包装好好啊 包装好没啥用啊 主要是看里面东西好不好 哇 这个盒子还挺漂亮的啊 我经常见到这种盒子 有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 哇哦 这是所有的东西吗 贴纸贴纸 这是啥贴纸啊 贴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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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 买的话估计很贵一张差不多9块9 贵呦哪里这么贵 我忘了好像之前我看到一张大的 好像是9块9一张 好吧 清点一下到底多少贴子 到底多少顾卡贴子 咋了很开心 啊 我忘记了这个是什么哎 我也不知道什么 反正我也不懂 我忘记了怎么办 忘记就忘记呗 然后这个是小马属的哦 虽然还有一包吃的呢你看看 哈哈还送一包小零食 我们选的是随心配是贴纸随心配是吧 啊 所以就没有其他东西全部是贴纸 啊 我感觉好多呀 看着多但是实际值不值得40块钱呢 你们觉得值不值 我觉得挺值的了 哈哈 还没分内完小拉子都不知道哪个系列是哪个系列的 我这个系列根本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就放在一起呗嘛 没有见过的系列就摆在一起 这个我见过这个贴纸 但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怎么办 你们有人知道它是什么系列的吗 这个叫小马属 这个叫吊吊这个 这个叫木质李这个叫做大王直接叫不知道 哈哈哈哈不知道有这么多呀 还每个系列还都有名字呀 我感觉都一样都是贴纸 我感觉都一样都是贴纸 都是娃娃 都是娃娃 都是娃娃对 嘿嘿开心了 你最想要的古卡 对啊我每次在网上就想 哎呀好烦呢到底买哪个呀 所以说随心配是最好的选择 哎呀如果没有配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不亏了 不亏呀 其实我的布卡贴纸全都想要 哦哦 看贪心鬼 小辣子已经全部整理好了 我们让他介绍一下哈 首先这个古卡贴纸是多少张 12张 很漂亮的都 然后这个胶带呢 胶带有19卷 对 这个贴纸多少张 6张 然后这里是有32 加上这个蕾丝的是33 大家看看这是变签纸啊 别搞乱了好不容易清好的 这个东西是干嘛 这不是垫在那个吃饭 人家餐馆里吃饭 垫在那上面的吗 你也可以做的手帐吗 很漂亮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收纳袋是吧 嗯 还有一个饼干 还有一个发夹 好38块吧值不值 挺值的 你觉得挺值的是吧 啊 我也不知道值不值 粉丝们你们觉得值不值